玩作报道 来看看可爱的企鹅 在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 人气指数是不雅于大明星的 而且馆方还依照不同品种的企鹅 特性跟它们的个性 帮它们取绰号 其中一只小企鹅 它的名字就跟小天后的英文名字 很类似 看看这只头上两条黄女芒 杜姑也站着直挺挺的马可罗尼企鹅 带着红手环的它编号901 被馆方昵称叫Jolene 它非常不喜欢有企鹅 挡在它的前面 它会把企鹅 把其他的企鹅 或者是把其他人 都用它的翅膀推开 这个行为其实在表现它的领域性 依据企鹅品种特性和个性 冠上明星封号的还不只有它 我们最老的企鹅叫做大叔 它是编号0180的阿德利企鹅 那它是1990年出生的 那换算成企鹅的年龄 已经88岁了 品种不同 个性自然也大不同 广方甚至还办起活动 要让游客牢牢记住这群 卡哇尼的南极教课 小朋友摇摇摆摆 学企鹅走路 还有情侣党 学起爱撒娇的企鹅甜心 来个当众抱抱 因为每一只小企鹅 它们身上都有识别环 而且有是它们的身份证 那我们只要对重它的身份证 就可以抽大奖 那有最大的奖项呢 是可以到企鹅缸里面去喂食企鹅 马可罗尼 夹带 巴布亚和阿德利 这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 世界水域馆的企鹅四大家族 和四大明星 在南台湾墾丁 整个来汉大家见面 参讯王您站远咯 您的报道